接著我們要開始上常見的檢 第一個介紹叫做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我們在實驗室給各位看的是成白色的顆粒狀 它有白色棒狀白色顆粒狀 它有兩個俗名請你記一下 第一個俗名叫做顆星鈉 因為它有50性 第二個俗名叫做那個燒檢 因為它加水溶解的時候會放出大量的熱 所以這兩個俗名請你記一下 氫氧化鈉俗稱顆星鈉因為有50性 俗稱燒檢因為容易水會放出大量的熱 把它這個記得 然後這個是要背 它非常會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鈉 跟水氣產生潮檢 潮檢的就是你看起來好像有點濕濕的 可是並沒有真的很多水的量叫潮檢 很多的檢都有類似的性質 我們不管它 我們只要背氫氧化鈉 會吸收二氧化鈉跟水氣 所以在化學實驗室裡面經常會做一個管子 中間包一包那個氫氧化鈉 然後去吸收要通過的二氧化鈉 這要背下來它會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鈉跟水氣 發生潮檢 而產生碳氧化鈉 化學師寫給你看 化學師寫給你看 好 我們如何得到氫氧化鈉 我們可以電解食鹽水 電解食鹽水正極會得到氯 負極會得到氫氧化鈉跟氫氣 我就得到我要的氫氧化鈉了 我們以前的年代 電解交的比較多 交的比較多 所以就會要背 現在基本上我們在交電解的時候 沒有電解食鹽水 所以呢 也就是說 我們就不太要問你這件事情 就看一下就好 就看一下就好 這個叫做食鹽水 食鹽溶於水 氯化鈉溶於水 那麼食鹽是水容易會導電 液態也會導電 可是如果你電解的是液態的氯化鈉 那麼負極產物是不一樣的 負極前面是氫氧化鈉跟氫氣 這也叫做氫氫鈉 正極產物是一樣的 都是氯氣 那剛剛講過了 由於我們現在電解交的很少 所以 客人沒有交這個 沒有什麼特律需要背的 看一下你的印象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個有一個動作 這是為了做實驗的時候 需要的方便 要求什麼之類的 看一看就好 看一看就好 現在的話 用途可以用來做肥皂 這個是我們後面要交的重點 怎麼做肥皂 就是我們後面要交的重點 怎麼做肥皂 誰加誰然後產生肥皂 我們後面再說一次 然後人造纖維 我們會簡單帶一下 一些纖維的製造 再生纖維啊 什麼之類的 帶一下給你看 它的用途方式 就請你看一下 重點 記得兩個俗名 燒鹼跟科興鈉 重點 記得它會吸收二氧化鈉跟水氣發生 草鹼 這就是有關於氫氧化鈉 你所需要記憶的事情 OK